小時候你有想當過什麼 小的時候願望 你問我願望小時候願望 是啊 說起來不太好意思 我的願望跟人家也不太一樣 難道是要當護士嗎 小時候吧 沒什麼娛樂 是… 我是講真話 常常聽到 看靈靈靈 看靈靈 山腳在撞路 歌仔戲團來了 當時還沒有電視機嘛 是啊… 都是劇團到處公演 我就搬了一個長板凳去 站在那裡看 看到他們表演那個聲段跟掌聲 我本來從小都自願想當歌仔戲明星 真是奇葩 所以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就有表演戲報 我以前也是 一直想當歌仔戲明星 對… 你還站在旁邊嘛 那時候我們那個最紅的 還不是楊麗花小姐 叫做 蕭寶釵 蕭寶釵 是不是 對… 本人這個一直是 自封為現代的孟婦 古有孟母您是 孟母三千嘛 您是單親 孟婦 常常做夢的父親 孩子他能量很充沛 夏天一到了 一放學先不要寫功課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先到自己家的游泳池去游一下 兩趟來回就500公尺 他已經活力精力都沒有了 他還到哪裡去呢 是不是 這個是好辦法 然後家裡面有自己的這個 電動玩具廠 各式各樣的電動玩具 你看看 然後讓他們幾個好朋友在那個地方 自己我們就銅板換一大堆 對 那個錢 第二天我把銅板再收回來 來 就玩來玩 就… 是… 他也得到紓解 就不會在外面就發生什麼狀況 真棒 歡迎 鳳東老闆 驚東老闆 明節目主持人 張輝 會議區 很小的時候 爸爸曾經問我 你長大後要做什麼 我一手拿著玩具 一手拿著糖果 我長大後要做總統 唉唷 到年紀的時候 老師也曾問我 你長大後要做什麼 愛你生的故事 最讓我奇怪 我長大後有科學家 上最快適合 我長大以後 人世對得越來越多 unault 我總得知道 從從只能有一個 謝謝 今天我們董元鼓勵 新竹的愛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龍兄土地 嗨 謝謝 鍾元又跟大家見面了 是… 今天這個歌非常的輕快 選得好 很好聽 但是內容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你怎麼會選這樣的歌曲 馬上 你看七月就到了 七月是聯考的季節來 是 這個學生朋友們一定非常的這個 壓力很重 是… 特別選一首歌 這首歌唱出來 總統只有一個 你們內容剛才各位聽到 這個儘量放輕鬆 對… 尤其中間也寫到什麼我的志願 對… 沒有聯考的同學 暑假好好去玩一玩 是… 但是這個有很多新興學子 一到七月份的時候 精神壓力就緊繃了 對…一定要放鬆心情 感覺上有來自學校的這個壓力 有父母親對我們的期許 期望 於是乎呢 就一直在卡住 有些同學把頭髮剃光了 他就是不出門嘛 有些是連眉毛都刮掉 你以為這是什麼事情嗎 我還沒關係 只刮一邊 這個我是真的碰到的 真的… 小孩子怎麼…眉毛是什麼染色什麼 不是 張叔叔我是故意刮掉 為什麼 因為我太愛玩了 我乾脆刮掉 我就拼一下 結果害呀 就是沒考取 這就很麻煩了 都白剃了嘛 但是這個毅力跟恆心 是讓我們非常欽佩的 這個歌希望提供給我們那個 今年準備要硬考的考生 大家都要放輕鬆 你看每個人的志願都很多 對… 可是剛剛那首歌呢 就想得很清楚了 小時候你有想當過什麼 小的時候願望 你問我願望 小時候願望 是啊… 說起來不太好意思 我的願望跟人家也不太一樣 難道是要當護士嗎 小時候吧 沒什麼娛樂 是… 我是講真話 常常聽到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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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腳在撞樓 歌仔戲團來了 當主要沒有電視機嘛 是啊… 都是劇團到處公演 我就搬了一個長板凳去 站在那邊看 看到他們表演那個聲段跟掌聲 我本來從小都自願想當歌仔戲明星 哎呀 真是奇幻 所以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就有表演戲 一直想當歌仔戲明星 對… 你還站在旁邊嗎 那時候我們最紅的 還不是楊麗華先生 叫做 蕭寶釵 蕭寶釵 對… 沒有電視的宣傳 所以在民間相當走紅的 後來讀書以後 我也覺得說 也曾經幻想當過老師 在那個空間裡 老師拿了教編 教我們這個學問 覺得很有權威性 對 而且老師不用參加聯考 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裡面充分的剛剛講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就兩個階段 這兩種看法就不同了 所以這個人在成長的環境中 跟著他的變化 所以說不斷地在改變 對… 所以這個幻想 即使成長的這種開始 對… 到我們這個時候就應驗了 剛剛歌詞後面講 告訴我們的孩子 其實人呢 大家都差不多 每個人都曾經有過願望 最後就變成希望能夠過平靜的生活 對不對 菲哥 您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 您滿關心子女的一個父親 那當然… 您這兩個公子 您這是用什麼樣的 公子不看清楚 小犬兩條 您是怎麼樣做一個這個 當家長的身份來督促他們 我也是要自我期許 本人這個一直是 自封為現代的孟父 古有孟母 您是 孟母三千 您是單親 孟父 常常做夢的父親 在這個…所謂的這個 學習設備上 您有沒有怎麼樣 都給他們提供最新的 小孩子現在青少年 跟我們那時候不一樣 現在的社會引誘的這個 生活的範圍跟空間 這個小朋友們 常常會失去支持力 我們不能光是把這個責任 通通丟到學校去 丟掉什麼政府機關去 所以說 烏克林在家裡 給他們買了很多電腦 父母親才是最重要的 小孩子們他本來就有這個 暑假到了 我趁這個機會大家來參一參 好 您說說 他們身上有無比的潛能跟活力 你如何讓他們能夠宣洩發洩呢 對… 這才是真正這個治本之道 像我呢 這個以前人喜歡教育小孩子 都用剛剛抗戰勝利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我那時候哪有多難口呢 所以現在就開始約束小孩子 約束 讓他們過的生活 就是跟我們以前一樣的苦才對 現在還有人父母親 一個月給30塊零用錢 你說是…對不對 是不是有這樣的 有沒有這種現象 看不出來… 人家講窮窮不過三代 富富不過三代 而且就很怕 就希望能夠讓小孩子 能夠富到六代去 讓我們的後代 其實這個都不必要 我們現在做老闆 老闆有那個令力 盡量讓我們的孩子去鄉上 時代不同了嘛 是…你家裡跟他講的這個設備 電腦各方面 小孩子他能… 這個能量很充沛 夏天一到 一放學先不要寫功課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先到自己家的游泳池去游一下 兩趟來回就500公尺 他已經活力精力都沒有了 他還到哪裡去呢 是不是 這個是好辦法 然後家裡面有自己的 這個電動玩具廠 各式各樣的電動玩具 你看看 然後讓他們就幾個好朋友 在那個地方 自己我們就銅板換一大堆 那個錢 第二天我把銅板再收回來 來 就完錢 就… 是啊… 他也得到紓解量 就不會在外面就發生什麼狀況 真棒… 對不對 我們這個冷氣放出來的 都是那種清香的氧氣 純氧 或像外面有些地方會放安非他命 這個就麻煩了 是不是 你這是設想真周到 小孩子就喜歡音樂 因為現在這個 這個衛星電視這麼發達 各式各樣的重金屬的樂器 都賣給他們 但是隔音要做好 不要吵到我們大人 要… 在裡面吵 哎呀 也不會干擾鄰居 因為這是面面俱到 當然了 對… 休閒娛樂 您提到 通通有 這個教學的東西 生活環境 是… 不得了 您這個父親 還有他們的乒乓球室 是要準備的 哎呀… 還有一個斯洛克台 一方面他們這個同學 大家不要到外面去 又抽菸又幹什麼 就在家裡面打球了 是不是 您剛才這樣介紹下來 還有電影院 哎呦呦 怪不得 小型的 不是很大 小型的 但是這個MTV一放 這個馬上可以看到 美國這個是最新的這個 不得了 不禁讓我想請教您一下 那有沒有保齡球 保齡球那個 因為地方是不夠用的 做了一個球道 也夠了 也夠了 菲哥 您家到底有多大 一共六十幾瓶 你看 你 跟我們爭小 你講得扯了那麼多 我是說這樣 隨便一個器材就把您站滿 我如果有辦法的話 我就會弄一個這麼大的家 你要講清楚 不過小朋友 這個 對不起 青少年朋友 剛剛講到一些問題 現在我們這個台灣的社會 青少年朋友的一些這個 一些狀況 的確讓我們做家長 父母 甚至於社會上的人士 政府都非常的關心 尤其是一攤開報紙 這不禁讓我們對這個下一代 跟他們未來的是在擔心 已經有隱憂出現 隱憂出現 像最近的這個飆車的這些問題 他其實只是充分的一個青少年 一個活力的表現 但是這個如果不好好導正 已經出現問題了 對… 今天我們請到很多位專家 都是從青少年這個階段過來 沒有多久的這個年輕的歌手 要跟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 探討這個問題 研究一下青少年他們的心態 還有為什麼將來可能會造成 什麼樣的危機 大家在我們節目裡面 不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暢談一下 研究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一起來關心這些年輕朋友們 好的 來 今天的特別來賓 現在開始介紹 第一隊介紹的是 洪榮洪先生 林慧萍小姐 歡迎他們 來 來 謝謝 我愿意你双双胚 我愿意你双双胚 今生有了你我梦理会 还是等你将我醉 我愿意你双双胚 每天红尘是非 人生自行迢迢不归路 一路街上一路 来介绍的是高明俊 徐锦淳两位 好 各位 我愿意你双双胚 这一生 真实量脸 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谋变 这一生 为己所痛 只为带着你的心开心 这一生 实实量脸 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谋变 好 繼續介紹的是陳維 蔡閨 歡迎收看 每個人這個 對於這個歌曲的表現 的確展現出他們的功力 這個林慧彬小姐也歡迎… 大家好 這一次這一波唱片 好像打得還不錯了 謝謝… 那這個侯志堅 好久不見 歡迎… 大家好 謝謝 我跟這個侯波波 交情不錯 這怎麼會呢 兩人興趣相同 也是打高爾夫 不是 打槍 就是俗稱雜三機 家丑不可外應 接下來是李文 Coc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文 我現在又出新專輯了 是個英文專輯 所以你們要快一點去買喔 你們好久不見 怎麼賣起藥籃 丹侶選擇 謝謝 大家好 不好意思 蝴又來了 陳維 您的家鄉是哪裡 我的高雄是對我們鄉下所在 中華國有一個二林 二林國有一個西港 二林 我以後最近就是都出生一些西瓜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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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也有 對啦 我最近只吃西瓜吃到整個百度 我們很難叫 對 肚子還有難叫的 很多人小時候調皮偷吃西瓜 挖一個洞 用三角形雕刻刀這樣 一二三 這塊拿起來 就這麼一點野心啊 就吃一口 沒有 把那個糖啊 放一點糖在裡面 然後再把它蓋起來 明天去的時候就變西瓜汁 真的啊 真的假的 對 然後還 吸完以後再把它蓋起來 快點 班西瓜明天要印刷 要賣了 小孩子就去抱那個西瓜汁這樣 這台這麼重 空標 這邊有費益性介紹一下 紅英王先生 抱歉 大家好… 非常高興上你們的節目啦 每次上你們的節目 那個銷售量都會節節上升 真的是這樣子 自從聽了一陣子以後 要加強一下 什麼… 剩下銷售量又撞到了 紅龍黃的歌根本不用靠 是長賣型的 長期的那種慢慢的銷售量 慢慢跑行 但是歌還是需要打 因為我的歌都屬於耐聽型的 對…這個是真的 跟我的人一樣 耐看型的 越看越可愛這樣 接下來是蔡龜小姐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貝哥好 親哥好 我是真的很久很久沒有來了 不好意思 不過沒有關係 我沒有出唱片 接下來是這個 許錦淳淳 歡迎… 大哥 小哥好 其實想大家問個好 我很少來上這個 是啊 這歌覺得滿陌生的 真的啊 比較常看到小哥 憶怡心非常注意你的歌 他這個歌賣的這個原因 最主要他唱歌的神情 完全投入跟專注的感覺 是… 所以讓聽歌的人 馬上心情可以寧靜下來 聽他要訴訟什麼 然後就很注意歌詞的意思 比較容易接受他唱歌的意思 跟內容 就是所有歌者裡面 像這樣 像你這種味道 不可奪得的 為什麼你每次捧一個人 其他人都變得很平常 在這也是很傷眼心 這不好意思 接下來是高明俊先生 好 白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也好久不見 是啊 髮型也改了一下 推出新唱片 對 所以換個造型 這個造型不錯 比較復古一點 剛剛我們兄弟們 這個丟了一個話題 有關於現在我們青少年朋友 的一些這個心理的狀態 最近我們在報章雜誌上面 常常也可以看得到 那麼各位都是剛剛 從青少年階段 離開沒有多久 像李文離開學校多久 我還是啊 還是青少年 還算青少年 離開學校多久了 還在年 離開學校兩年吧 才兩年 所以他應該可以現身說法 為我們談一談 像陳雷離開有一年半了吧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侯士堅應該也離開沒有多久 也沒多久 洪融洪 滿久了… 也滿久了 滿久了 我是每一年都要回學校一次 所以他現在還是在學校 在哪個學校 他回日本的天理教的學校 天理教 對啊 真理教 天理教不是真理教對不對 不是 不一樣 下一個天理教 真理教 這樣從李文這邊開始好了 好啊 美國的這個青年少年 他們是不是也是會有一些問題呢 我覺得美國因為太開放了 就變成他們思想就 會有一點混亂 日本呢 日本喔 我是覺得在日本好像是 小孩才沒有畢業的話 都比較不可能做壞事 像我以前是這樣子喔 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好想放假 或者是晚上都跑到那個 Disco去跳舞啊 可是我不敢去 我每次去就碰到我媽媽 我去打爬金狗就碰到我爸爸 可是在日本的家庭好奇怪 爸爸媽媽可以做 就算你是他的獨生子 獨生女兒 不准就是不准 爸爸馬上罵你 打架了 沒看過那一點 這麼兇啊 對啊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我們像卡通影 卡通影 對 我們那時候單純 也沒有電視 是不是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報紙上 如果有一個什麼案件 大家都會這樣 現在不是 他因為很多 這個社會上的這個案件 已經把它這個尻成電影的版本 裡面一些反派的 把它做得有點像英雄人 對 我覺得那很糟糕 讓大家覺得說 哇 他很酷 很厲害 對… 於是乎他常常以為 處理事情的方法 可以按照電影的手法來處理 這就麻煩 但飛哥我有一個疑問 跟小孩的關係非常好 你是怎麼樣去教育他們的 要有一個250尺的游泳士 讓他們可以來回幾趟 他就倒在那邊就很累了 有時候看到社會新聞的報導 這是一群嫌犯 鏡頭Cue了他了 以前都拿東西擋了報紙 然後還看了一些少年這樣 要把阿虛嗎 等一下… 這樣比較遠 就… 就已經好像覺得就是講 英雄式的感覺 尤其剛剛您所提到的 現在我們那個 有些地區 有這個青少年聚集在一起 有著飆車的行為 這可能是我們今天話題的主題 大家要來談一談 飆車 這個飆車也有些數據的 有 他們叫什麼神車隊 神車隊怎麼樣 然後不能退出了 如果退出的話 他就是要圍毆你或是給你刀刑 刀刑 對 就是查獲了這樣的一個組織 我們今天很高興 請到一位 兇手 不是兇手 請到一位青年 青少年 到我們現場來 青少年 現身說法 我們研究一下他的心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是罪犯嗎 目前還沒被定罪 是最勇敢的一位青少年 追風少年 柯壽梁先生 很好 黑哥 你好… 歡迎… 歡迎… 我們關電視節目 也問一下好不好 各位電影機朋友大家好 現場朋友大家好 來 這個小黑在我們這個 大家心目中是一位英雄 李文知不知道有沒有黑哥 看過 在電影很多電影看過 對… 大反派是不是 拿槍殺人 怎麼這些事情都在你身上可以應驗 現在我們這些年輕人朋友 他們飆車啦 是 你在飆車的年齡 現在到底過了沒有 我還沒過 可是我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現在開始飆飛機 開始飆飛機 對 教練就在我旁邊 對 對 你這是哪兒冒險 你都喜歡去嘗試一下 不是 我想應該對這些 這些運動也要有嘗試 要有嘗試 要有嘗試 他因為老飛那個機車 我是不敢現在 機車這樣 對 首先我先奉獻一下 現在的年輕朋友 因為我最近從香港回來 常看到報紙 是… 他們這樣子飆車的話 對自己 對…就是說別人 對家庭都有害 都有害 有害 很嚴重 因為隨時就可以叫你 這個生命就 就收起來 就抓起來 你看像泰國 菲律賓 印尼 這麼比較比我們窮的國家 對… 他們都有幾個賽車場 他們還有賽車場 賽車場 對 賽車場 因為給年輕人的話 有固定的地方 固定的地方 而且還有比賽 有比賽 那這麼說還有比賽 就也有規則了 有規則 對 他就不是亂跑 不是亂跑 對 你像現在在飆車 這個很奇怪的 他飆車 你今天飆車 殺人也好幹什麼 報紙出來 他們是很開心的 他們開心 我上報了 你看看 上報了 明天我們再去哪裡再弄一下 是… 是這樣 這種心態 那您像這樣的心態 多久才把它戒掉的 你以前有沒有這樣子 其實我們以前 也有 真的有這種心態 比如說我們幾個人騎了摩托車 說我們今天到白桑玩 夜遊 夜遊去 那玩一定帶了馬子 帶了馬子的時候 就要威風一下 是的… 就剛剛直接講速度 是不是 你看我能到多少速度 這個時候速度就是要帶你到那個 低一下去 有 我會現在跟這些年輕朋友 也有常接觸 因為我看到的時候 我會告訴我們有些車隊 我會告訴你們不要去開玩笑 不要去玩這些東西 對… 會去勸他們這些東西 他讓這個路… 那個路邊他都不要騎 都要騎到中間還是都知道 他怎麼要騎路邊 路邊他騎到盤 他騎到盤 他騎到盤 騎到騎到騎到 騎到他就 騎到他就 騎到他 表演給他看 他沒辦法 他沒所在就有表演 他這個等於是有表演的心態 在你裡面 對 今天這個 感謝大家寶貴的意見 再來研究 閱讀青少年朋友的思想 以及他們為什麼有這樣多的能量 發展成這個路上的飆車等等 非常感謝我們柯導演現身說法 我們休息一下 好 再繼續聽到我們龍兄五弟 好